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肢体 对不对 不管你是食指 拇指 还是尾指 都是重要的 哪怕是尾指 尾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你耳朵很痒的时候 你没有尾指的时候 那也是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用处的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 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多少人还在天天有在看新闻的习惯 看报纸 看新闻的 举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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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很方便 对不对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些 甚至现在都不用买报纸 其实你去上网就有免费报纸看 但是你没有发现到 现在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看新闻的时候 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 你听见什么 打仗也打仗的风声 然后地震 民工打民 还有什么 国工打国 到处饥荒 地震好像越来越多 有没有 有吗 有哈 OK 你有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那天我去做了一点点那个调查 不是说调查啦 就是去上网 结果发现什么呢 今年2024年蛮特别的 今年2024年呢叫做什么呢 超级大选年 什么叫超级大选年呢 全球在2024年里面 总共也超过60个国家在换政府 或者说在大选 什么时候新加坡 那我们就等着啦 OK 这个就是全球什么呢 涵盖影响的人数 也超过41.7亿人 也就是等于是什么呢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的国家 都在处在那一个大选 那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 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哪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一个政权 一个管理者 他的任何的一个决定 对一般的百姓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吗 如果说我上来执政的 我说好 现在我要增加税收 对一般老百姓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啊 而且一般老百姓都是什么呢 油盐啊 现在油油起价啦 这个起价 那个起价的时候 这是我们一般人最关心的 而且呢 自古以来你知道吗 就算是我们中华文化 中华历史里面 实际上很多时候呢 因为帝王的一些决定 一些的管理 甚至呢 他的一种道德的话呢 甚至会使到一个国家呢 甚至灭亡 很多时候 如果你读中国历史的话 其实我对历史蛮有兴趣的 你知道吗 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当中 曾经有一个时候呢 几乎华人啊 中华民族几乎要灭亡 你知道吗 三国过后 魏晋南北朝 然后过后呢 就动荡 然后来了一个叫做五湖乱华 可能一些人可能不熟悉 因为这个五湖乱华里面呢 很多连小学 中学的那些历史书里面 只带过 不敢讲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外邦 匈奴啊 攻击中国啊 攻击那个华夏 很多的人是呢 几乎呢 是被吃掉的 他们去打仗是不带食物的啦 抓到人就怎么样呢 就把他杀了吃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华人 几乎一半都被吃掉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在推钱在看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是当时的王帝 当时的那个君王呢 他做错了很多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在提摩 提摩在前书里面呢 他讲说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为君王掌权者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围着我们国家的领袖 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 我们要实时地为他们祷告 好像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平安安宁的生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过去我们看看这一两年 大大小小的战争 俄乌战争已经战到来 已经快两年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看看 还在打 怎么还打不完 然后以色列跟那个恐怖分子 那个哈马斯的这个战争 快一年了 然后现在连伊朗都可能要卷入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说 这个中东很远 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一打仗的时候 油价一上的时候 对你有关系吗 有没有 然后那个运输成本高的时候 你的那个买的米 油 盐 全部都无东东的涨价 昨天还在刚刚听到一个消息 一个台湾很出名的 新加坡也有的那个鼎泰风 有没有 然后听说也在撤出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经济的关系 所以每一样东西 其实对我们都有关系的 然而为什么有这么多 元年不见的这一个 一直不断的这个战争 实际上这一切呢 都背后都有一个灵 所以今天我希望说 能够接受今天的分享 要让大家 特别是神的儿女们 很清楚的时候 很多的所谓的战乱 很多的人在获释 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 这么简单 因为它背后有股灵 为什么一场战争 战这样久 那为什么要战争 战争一定有死亡 对不对 一定有耗损嘛 那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每次看到 天上的那些战斗机在飞 对不对 然后飞 你知道吗 这么飞一圈 最少一万块美金 你知道飞机 战斗机一起动一下 据说已经成为一万美金了 然后飞一圈 然后一架 一架现代的战斗机 一年的维持飞 一架 就一千万美金 你打仗的时候 你看耗损多少 但是这一种战争也好 这一种消费也好 那谁在赚钱 如果说你今天买股票的话 你买的是那一个制造那一个武器的 那你就赚很多钱 那为什么当中会有人愿意 这一个这样子 是因为当有战争的时候 就当中有利益 所以这个就是背后 有这一个 一个利益集团在当中的 所以我今天想说 也再一次提醒大家 看这个经文 以佛所书里面六章十二节 这是常我们都很清楚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器的征战 乃是跟那些执政掌权的 就是ruler 还有掌权的 就是那个authority 掌管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这点我们先要搞清楚 我们的敌人是谁 你有没有发现到 有些时候你要来教会的时候 还没 本来是已经准备好 明天早上要来教会了 突然间有些突发事件 如果家中有小孩的 就是孩子突然间就可能生病 可能在那边吵吵闹闹 我也经历过 明明要出门之后 孩子吵到不去了 不去了 要不然就要出个门之后 准备要下雨了 不去了 那很多时候 为什么有这一种突发事件 因为这个恶者 这些仇敌根本不想 不想你来到教会 每次我在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起我们当中 有一个同工 Josephine 他那时候带了一个他的邻居 带到我们教会来 还没信主的邻居 带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也是我在分享信息 那时候我记得说 我是第二次分享信息 实际上是蛮紧张的 其实在台上分享信息的时候 尤其你在分享的时候 每个字没有表情地看着你是压力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你要为了减轻的压力的话 请你们 你听懂听不懂你的微笑 尤其你听不懂的时候 你点头很好 我听不到我懂 其实你就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带着很大的一种 其实我觉得说好像讲得不太好 但是我讲完之后下的时候 这个姐妹就带了这个邻居过来 既然那个邻居看到我第一句话讲什么 我听懂你讲什么 这对我很大的鼓励 然后不止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说 那时候刚好牧师也不在 刚好长老也不在 那我就继续地为他祷告 说我帮你祷告好吗 他说好好好 我帮你祷告 祷告完之后他有一个感动 然后我也有一个感动 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 他说要 我们当下就绝自信 他就让他绝自信主 四天后 我跟长老就去他家里拆偶像 然后过后长老就下来四十天 就跟他一起做导毒 然后更棒的是什么 在这来临的洗礼 他准备洗礼了 所以很多时候 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其实神亲自在当中在做工 不要因为一些些的感觉 我今天感觉心情不好 我不要来教会 我今天感觉到 哎呀我一点点的疼痛 我不要来教会 然后更棒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一个星期后 我们才从这个姐妹的口中 才知道什么 他说这一个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这位姐妹 他说你们教会很奇怪 我刚来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个洋人 有一个按摩 胡子长长的 然后穿着长袍 然后白白的 一直站在那边跟我笑 他说那个是谁来的 然后还看看 不要紧 还找到旁边 来找我看一下 再跟我微笑 后来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同工姐妹 跟他讲说 应该是耶稣 所以我告诉大家 神就在当中 神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要去说 今天到底是谁在讲道 我常跟大家讲了 不管是牧师也好 不管是长老也好 不管哪一位讲员也好 在整个分享当中 一定有一句话 是神要告诉你的 不管是谁带领 这个赞美诗歌 一定有一些诗歌 是在安抚你的心的 所以因为当我们在这里当中 因为是神亲自掌权 所以鼓励大家 你要了解 阻碍世人的 阻碍一切的 都是邪灵恶者他的工作 因为邪灵恶者 他的唯一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要把神的百姓 拉 远离 远离神 这个从恒古到现在 从不改变 然后呢 你知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呢 圣经里面的许多的预言 已经有超过97% 已经应运了 根据这个圣经学者 他们的统计 整个圣经里面呢 有1817个预言 当中97% 97%已经应运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主耶稣 回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而且我们现在 在最后的这个3% 这个3%的 这一个预言 快实现的当中 好了 再问大家 你们做好准备 面对我们的主耶稣了没有 多少人说 我准备好了 我随时能够来到 我们主的面前说 神啊 我已经预备好了 如果说假设 我们今天想象一下 如果说下来的7年 7年后 耶稣回来了 那请问你下来的这7年 你觉得 你的这一个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计划 你要怎么安排 今天给大家一点点的功课 因为我常说 我喜欢给人家功课 睡觉前 问问一下自己 假设7年后 耶稣就回来了 然后我们一定会站在 神的面前要交账的 这一点请你听进去 我们有一天 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 神的儿女们 信了耶稣的 甚至还没信耶稣的 甚至不认识耶稣的 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 要交账的 我们要面对神的 但是对于神的儿女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假设说 如果你有7年的时间 你剩下最后的7年 你要怎么做准备 想想一下 我看 先买一栋 先买一栋 那个condo就好了 然后先 先不要去欧洲 可能先去台湾玩玩一下 然后反正神要回来了 赶快去多吃好吃的 你要怎么安排你的生命 假设说医生 告诉你说 你等一下 7个月的时间 不要怪我乌鸦嘴 假设 假设 我都说假设 假设的 假设 你只剩下7个月 那你怎么办 假设你只剩下7天的话 你要怎么做准备 耶稣的回来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从现在 很多的迹象当中 所有的这些 很多的这些敌基督 所做的一些迹象当中 其实日子越来越近了 前几周 很特别的就是 神一直带领我 看这个猎王纪上 有关这个以利亚 挑战巴利神 这个故事 这个在主治学 儿童主治学 常都在讲这个故事 对不对 这个以利亚 他挑战巴利神的 那些假先知 有没有 你们都没上主治学吗 有吗 有听过这个故事 那神一直给我看这个故事 然后我就在想说 OK 我们再深入地去了解 这故事到底里面 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们稍微先 去了解一下 这个故事当中 到底发生什么事 猎王纪 在16章里面 就说这个案例的儿子亚哈 亚哈是当时 这个以色列的 一个国王来的 OK 他什么 他行了 耶和华眼中的 很多的恶事 也就是他们做了 这个王做了很多恶事 那猎王纪 当时已经 整个以色列 已经走下坡了 OK 那他最好的时候 最高潮的 最好的时期 是在大卫的时候 那时候 哇 以色列是一个 非常非常 就是一个 很强盛的国家 然后到了 所罗门王还不错 但是过后 所罗门王死了之后 然后整个以色列 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衰败 然后我们看看一下 他怎么衰败 然后衰败的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会惹到 耶和华 我们的神 这么的厌恶 这个对 所有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警钟 圣经里面 所看到的 我们里面看到 以色列名 犹太名 你不要以说 这个是以色列人 犹太名好像跟我们 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华人 圣经里面所说的 犹太人 以色列 其实他也在 在比喻 在预备的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 在圣经里面 新约 我们这些都是 神的儿女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一个亚哈王 他做了很多的 这些坏的事情 他甚至做了很多恶事 就自己觉得说 没什么 很轻微了 也就是说 你不把神当神 弟兄姐妹 再问一下大家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你是不是真的 把神当神 很多时候我发现到 因为特别是 这一个教会 多年的这些教育 就说神是爱 对吗 没错 耶稣爱世人 神是牺牲自己 然后神会宽容我们 没错 但是久而久之 我们真的把神 当body body brother brother 没关系 做错了 神又在原谅我 但是你要知道 神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是轻慢不得的 这一个我们在心里面 一定要知道 要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会 以为说 太草率了 我觉得 你知道今天我们能够 坐在这里一起聚会 这是何等的恩典 你知不知道 然后当我们在聚集 在这里的时候 神的宝座 神的荣耀 亲自降临到这里 他亲自的来到当中 就好像 那一个第一次来的姐妹 耶稣亲自的给她 给她看到 耶稣亲自的来 来到她的生命当中 同样的 每一天 每一个星期六 你来到这些崇拜的时候 神也是在面对你 在跟你讲话 神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但是你能够轻慢吗 我们轻慢不得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态度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你看到在31节 这个亚哈 他也犯了很多什么 犯了很多 他连他以前 以前的帝王所犯的罪 他还犯的比他们还多 然后他又娶什么 他娶了西顿王 接巴利的女儿 叫做耶洗别为妻 然后怎么样 去糟糕什么 去侍奉这个巴利神 等一下会特别提到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 我觉得神要向我们的教会说的 也在警告神的儿女们 也在装备神的儿女们 刚才我在这一个预备的时候 习惯性我都会在问神说 等一下讯息里面 神你还要向你的百姓 你的爱的儿女们 你还有什么传达的 神说他在兴起他的军队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 详细地说这一点 然后怎么样 在32节到33节 在整个撒玛利亚 建造很多巴利的庙 在庙里面 他甚至围着一个巴利主坛 就是说去拜这个邪神 然后亚哈又做什么 亚瑟拉他所行的耶和华 以色列神惹了他所有的怒气 比他以前以色列的王更胜 也就是说他做了非常多的恶事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这个是绘画 就是当时他们敬拜巴利神的 这一个图像 当时的这个以色列 他们都以农耕为主 农耕的时候 你知道靠什么 靠天气 如果不下雨的话 那就你的谷类 你的这个种植就出现问题 然后这个是他们唯一 唯一能够生存的 唯一能够有那个财富的 所以当这个天气出现问题的时候 整个种植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当这个领袖 当这个家里面的这一个头 他把这一个邪神 带到他的整个家族的时候 所有的子女都跟着去敬拜 巴利神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稍微了解 巴利神他主要的意思 他是掌管什么呢 闪电云 还有什么呢 繁殖的神 也就是说 这一个管天气的 这一些外邦的 这一个人 他们所拜的 他们认为说 只要拜巴利神 就可以给他好天气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去 去为了这一个 他们有更好的 而且撇弃了耶和华神 各位弟兄姐妹 生命当中会不会遇到困难 人生里面会有没有挑战 有没有遇到瓶颈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 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们偶尔都会埋怨神 有没有埋怨神的人 没有 可能只有我 我们多少都会说 你怎么这样子 神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让我遇到困难的事情 你看这些长老 你看生活过得这么好 你看牧师 还回家去放假去 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这么辛苦我们难免都会 但是很糟糕 有些人就什么 就偏向 偏向这一个远离神 所以当时的以色列 这些百姓 他们怎么 他们也被带歪了 反而去拜邪神 而拜这一个邪神 为什么会让耶和华 这么的厌恶呢 当中是因为他们 审知怎么样 审知要把家中的孩子 作为活计 拜巴利邪神 他们的一个献祭的方法 就是把家里面 就是说这一个 他要献祭 献什么呢 献他的孩子 然后把火给 把这孩子活活烧死 当这孩子 有越痛苦的时候 这个巴利神越开心 然后就越给他祝福 所以他们迷惑到 以色列百姓迷惑到 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出来 然后这一个 耶喜别 就是这一个亚哈 他所娶的外邪的妻子 甚至他也把另外一个邪神 叫做亚瑟拉的 带到以色列 叫他百姓 因为他是王后 全部人要拜 这个亚瑟拉又是什么邪神呢 这个亚瑟拉 外表说是 这个神他是讲爱的 然后他也是讲战争的 也就是说他又引诱人 但是他也带来恐惧的 所以这一点 等一下我们会分析 过去这一个邻 到了现今的社会 实际上 它从来没改变 这个是几千年的事情 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到了现今的社会 有没有再继续呢 实际上很多东西 晃贪不晃药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2022年 Common World Game 就是在英国的那时候的 共和联邦运动会 开幕典礼 我不晓得有没有见过这一个 开幕典礼的时候 他们这样怎么表演 就推出这么大只的一只牛 而且很邪恶的 然后他的舞者 每个都围绕着这个牛 在那边什么 好像在做祭祀 在崇拜 然后在整个运动场里面 有几十万人在观看 其实你知道吗 在灵界里面 这个根本就是 他们在做一个祭祀 请问你 这些共和联邦运动会 跟这一个祭拜巴黎神 有什么关系 现代人 为什么还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很多的邪恶力量 仍然相信 当他们崇拜这些巴黎的时候 这些巴黎神 就会给他们财富 给他们很多的力量 你再看一下 这一个刚刚在2024年 所以奇怪 在这个 今年的那一个奥运会 在巴黎举行 然后在开始之前 神就一直在提醒我说 去看 去看这个开幕典礼 一般上我懒得管 我对运动会 这些什么奥林匹克 没有多大的兴趣 除非是说 看到新加坡国旗升上来的时候 我就有兴趣 就站起来唱国歌 其他的就是 跟我没什么关系 反正金牌拿多拿少 因为我所知道是 奥林匹克背后的那个意义 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祭祀 在这开幕典礼当中 你把这个金牛 放在这个 他的那个舞台上面 干嘛呢 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弟兄姐妹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清醒啊 我们不能够再睡觉啊 我们不能够再 这样子的 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啊 因为有什么呢 所谓的这个 冰临城下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这个城堡 你守住你的城堡 但是仇敌敌人 已经来到你的门口 在那边叫喊的时候 你还讲说 等等一下 你们不要吵啊 先让我 让我嫁了女儿 我再回来跟你争战啊 等一下 等我屋子装修好 我买多两栋屋子先啊 人家攻进来了 现在为什么这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的 这个体育圣会里面 他们要展现这一些 再给你开一个的话 你会更加的气啊 所以很多时候 不看来好 看了之后 这个 他们在整个表演当中 竟然模仿什么呢 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啊 虽然说 这一幅画 并不能够完全地代表 当时这个 耶稣 那时候跟门徒 最后的那个晚餐的 那个情景 但是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一看就知道 他用尽所有的方式来 只有一个 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 来污蔑 来用最丑陋的 来猥亵我们的神 所以你要知道 当这些仇敌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作为神的儿女 如果说你不能够警醒 不能够去注意看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会一下子 当来到世界 来到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 你马上措所不及啊 所以今天 我想顺服在神的 这一个旨意当中呢 把这样的一个信息 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 我当然不是要给大家 那个 那一个 啊 这样子怎么办 哇 很害怕 哇 抽递来了怎么办 别怕啦 不要担心啦 因为当你看到启示录 最高潮就是什么 到最后是谁赢啊 谁赢了呢 我们的神赢啊 就像你看很多 那个武侠小说 最重要是看到最后是谁赢啊 刚开始说 哇 一只被那个 杀父仇人欺负到 哇 这个很惨很辛苦 哇 达到半死不活 那最后怎么样呢 练成了神功 然后结果就 哇 就最后是 还是这个好人赢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因为仇敌也知道 仇敌知道什么东西呢 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做垂死的挣扎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因为我发现到 神的儿女 基督徒呢 很多时候 我们做鸵鸟做太久了 我们都把我们的头栽在泥土里面 没看到就不关我的事 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富贵的国家 非常安逸的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督徒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直都在享受着神的祝福 但是却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先想说 借着这个伊利亚的这件事情呢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 然后呢 再补充一个 给大家再看多一个 就是在他们的整个 这开幕典礼当中呢 竟然还有这一个 他们叫做白马或灰马 这个是 其实他们也引用了什么呢 启示录里面第六章八节里面的 就是其中一头灰马 灰马代表着什么呢 是代表死亡啊 代表阴府随着他 然后呢 有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有刀剑 有饥荒 有瘟疫 还有什么 还有野兽 然后呢 有这一个权兵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这些仇敌他们也在预演着 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瘟疫 我们已经遇到瘟疫了 对不对 然后以后会不会有更大的瘟疫 这很难讲 然后饥荒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面对着饥荒的问题啊 然后刀剑 战争 源源不绝 然后野兽代表什么东西呢 其实野兽呢 我特别提醒这一点 野兽它是一个标记 Mark of the beast 这个野兽呢 代表着什么呢 往后的日子当中呢 你如果说 不放上这一个标记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买 不能够卖 换句话说 你要嘛就是 跟从这个巴黎邪神 要嘛就是跟从耶稣 那你要跟从这个巴黎邪神的话呢 你就要在你的额头上 或者说你的手腕上呢 要有一个标记 就是666的标记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能够买东西 你才能够做买卖的 这个他们的预演告诉你是什么呢 这个日子将来了 OK 今天我要提醒大家 再一次提醒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好心理上的一个准备 因为现在 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呢 已经没有所谓的 中间的灰色地带 OK 要嘛你就接近神 要嘛你就是 接近这个世界 仇敌 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站好这个位置 OK 那再回到这一个 以利亚 以利亚被神的呼召 以利亚被神的呼召怎么样呢 就是要去挑战当时的这个巴黎 巴黎的假先知 他就神呼召他 说你去挑战这些假先知 然后呢 去挑战他们 什么挑战呢 就是他叫这些 巴黎的这些假先知呢 我们以来比赛啦 挑战你啦 喂 你们就请你们的神 来降下火 就他们一个祭坛 然后呢 他们的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做了很多法事之后呢 然后由火上来 就是表示说神应运 他们的巴黎神应运了他们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以利亚就叫他们说 OK你们来 所以 这个巴黎神的这些假先知里面 来了450个 然后呢 亚瑟拉的那个假先知呢 就是也有400个 总共850个 所以以利亚一个人 面对850个假先知 为什么他要这样挑战他 因为神叫他说 要去证明说 谁才是以色列百姓的真正的神 所以以利亚怎么样呢 他奉神的名 就做了一个祭坛 但是在之前 他先让巴黎的这些假先知 在那边祭坛 然后在那边要请求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整个地方呢 已经干旱了超过三年了 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了 奇怪你不是拜你那个 你那个神说会降雨吗 结果怎么三年半没降雨啊 因为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掌权掌管所有宇宙万物的神 唯独耶和华 唯独耶和华 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 OK 世界不管怎么动乱 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虽然看到很多的战乱 看了会怕吗 会的 虽然这个一切的物资 越来越匮乏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以后真的不能够做买卖 那怎么办 你要心里面一定要 从现在就要开始 做这样一个准备说 我的神仍然坐着为王 我的神是当时那一个 洪水泛滥的时候 坐着为王的神 我们的王是 我们的神 是将洪水分开 然后让神的百姓 能够走过去的那位神 从横古到至今永不改变 到未来你所面对的也不改变 所以这一点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 但是巴黎这些假仙子 他们做了很多法事之后 结果怎么 一点火都没有 起不了火 只是到最后那些祭司 那些假仙子 他们已经是很急了 拿刀砍自己的身体 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 仍然没奏效 好了 后来时间到了 伊利亚来了 她自己谈 然后把那个牛 因为他们献祭要献那个牛 献那个牛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还特别的做一点什么 她在整个祭坛上面 伊利亚在那个祭坛上面 她挖一个壕沟 挖沟 挖沟做什么 然后她叫人什么 剩了四桶水 然后浇在整个耶和华的祭坛上面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当然有些人讲说 我们要挑战 难度高一点 放水 那些木都已经震了水 怎么还可以起火 你看我放水 而且还放什么呢 拿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倒了刀 倒到整个水都渗出来 在属灵上 当然有些人讲说 他也在洁净那个祭坛 然后同时 他也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的神 就算这么难的 他仍然能够神这个奇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也再让大家 再深入去看一下 当时整个以色列全地 整个地区 已经干旱了三年半了 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 什么东西最珍贵 水这么珍贵 对不对 没水了 三年半没水喝了 已经很多地方干旱了 拿了水来浇在神的祭坛上 这样不是很浪费吗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挑战大家 当时 虽然水对我们现代人来感觉 这个干净的水也没什么了不起 尤其新加坡 这个水龙头一开就可以喝水了 很多时候我们家里都是这样子 没煮了就直接喝了 因为新加坡新生水非常干净 但是在当时已经干旱了 超过三年半没下雨的情况之下 水就变成生命当中最珍贵的 问一下大家 你的生命里面最珍贵的是什么 有人讲钱 钱 没钱 万事不能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钱就万事不能 还有什么 我的事业 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都很珍贵 那你会把你最珍贵的 把他带到神的这个祭坛上 献给神吗 当然不是说我们就 好像巴黎神这些把孩子献上去的那种活祭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完全把我生命当中 我所看为最贵最重要的 我愿意把它奉献上去 包括你的能力 还要包括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在现金里面 我把它浓缩或把它集中来讲的话呢 你献上你最宝贵的现代人的话 就是你的时间 你愿意把你的时间献给神吗 像刚才我所说的 假设我们剩下七年 这最后的七年 你愿意把多少时间献给神 亲近神 听神的旨意 然后按着神给你的这个才华 不管你是拇指 食指 尾指 在神按给你的位置上 成为神这个有用的器皿 成为神这个最宝贵的 这个祂在这世上所要你做的 给你的命定 你愿意花时间吗 我鼓励弟兄姐妹 冰临晨下了 主耶稣快回来了 我鼓励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再花多点时间聆听神 因为神会把许多 又大又难的事情告诉你的 所以时间我觉得是 现在人最劝切的 所以你常常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些人 他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very busy 很忙 但是你认真去看 到底在忙些什么东西的话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 很多人所忙的事情 跟神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我要不客气地告诉大家 今天你的生命当中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管多伟大 只要跟神国 跟神的这个旨意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再浪费时间 不要把鞋子脱了丢上来 我只顺服神该说的 我告诉大家 不管你今年几岁了 你觉得说你现在很年轻的话 你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的话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 跟神的天国 所以常说什么 你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你不用担心的 一切都加添给你 什么叫神国 先求祂的国 神这个季节当中 来到末后的时间 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跟神合一在一起 这个非常重要 每一个季节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所以我说了 我们一定要清醒 我们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不是糊里糊涂 你不做基督徒 你就变糊里糊涂 但是我们现在 你要清楚这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花时间的 很多时候我们睡到半夜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睡到半夜做了一个梦 突然间醒来 有吗 有啦 醒来之后怎么样 继续倒头再睡 对不对 尤其是三点到五点之间 这最好睡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 花一点几分钟 问一下神 仆人在这里 你有什么要 你要说的吗 因为神一直在向我们说话 尤其在末后的日子当中 后来 这个以利亚 他就筑了基坛 然后他开始祷告 求神 他求神应运我 应运我 他对耶和华的祷告 什么呢 就是说 使这些百姓 这些民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然后要什么呢 要又知道 你使这民的心转向你 所以今天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心 一定要转向耶和华 你一定要转向耶和华 紧紧抓住他 就好像那个雪漏的 那个妇人 当他抓住 耶稣的那个衣裳的时候 能力就进来了 今天如果你不转向 我们的神的话 能力不能够进到你身上的 各位弟兄姐妹 而这个转向 他是你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时间 多一点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 而现在的这个时间 耶稣回来的时间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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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了 然后你要花多少时间 抓住他能力进来的时候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就能够为神 神所要兴起的这一个军队 来到这个十八章 三十八节的时候 一是耶和华的火就降下来 吞没整个番祭 木材 石头 尘土 连这一个 祭坛里面的水 全部都给它烧干 神因为 以利亚的祷告 应运了之后 天开 就刚才给我们诗歌 天开了 火降下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不断地向神 把神的荣耀能力 这个火就代表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呢 什么事情会能够让你难成呢 你家里面有这样多的人 还没信主 你为他们代祷 祝祭坛 祝坛在家里面的时候 敬拜我们的神 当神的这个火降下来的时候 这一些还没信主的人 就要归向耶和华了 当他 当这一个火烧下来的时候 众人看见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百姓看到的时候 全部抚伏在地 他们说什么呢 耶和华神 耶和华就是神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唯一的就是耶和华 末后能够拯救我们的耶和华 我们的神 帮助我们 把仇敌赶走的 也是我们的神 好 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呢 这里有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 靠着圣灵警醒的祷告 大家一起念这个 一起念 靠着圣灵警醒的祷告 什么叫警醒的祷告 这个很重要 警醒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警觉感 而且什么呢 来自圣灵的提醒 这个当你越接近神的时候 你会知道的 圣灵会不断地提醒你 告诉你的 有的时候你突然间半夜醒来的时候 突然间想起某某人 这个老同学还很久没见了 怎么睡了半夜会想到他 或者做到这样的一个梦的时候 为什么会梦到这个老同学 你要为他祷告 他可能正在面对着生命当中的危机 你知道蛮难过的 前两周就接到一些姐妹的 一些寻求的带导 他说他们的孩子 单中的因为这个六年级 PSLE会考的时候 极大的压力 到最后怎么来了结自己的生命 一个六年级的小孩子 竟然就这样子了结生命 然后其实 如果你去真正去了解观察的话 实际上每一年的这个会考 不管是中师会考 那些小学会考 其实很多的小孩子 因为经不起这些压力 结果怎么呢 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选择了自杀 当中这些都有什么呢 都有很多的这些社会的压力 很多的这些价值观的一些问题 还有什么呢 整个邪灵在背后 就是要撕毁整个家庭 要破坏 要偷窃 要杀害 这个仇敌一直在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很警醒的看到 特别是对神的儿女们 我刚才一开始就问大家 你们还有在看报纸的习惯吗 常常看到报纸 发现一些 这么一些骗子 scammer 一下子 你知道每年在新加坡 被骗的钱有多少吗 算亿的 被骗去的钱 才如果我们来建教会的话 你知道我们可以建一个 十几层楼的教会 你知道吗 这算被骗去的钱 如果说我们要拿到 那个非洲 拿到一些 一些饥荒的一些国家的话 你可以救活千百万的人 结果就 当然一个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 被骗取的亿万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 哎哟 我觉得很多时候 新加坡人就这个样子 看到就 哎哟 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 我很小心 不要再这样 过去 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把报纸拿开 按手在上面 祷告 斥责 你要征战 一切的这些邪恶的事情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征战的 你一定要拿起你的权柄来祷告的 因为神说过 这个权柄 天上地下已经交在耶稣的手上 你奉耶稣的圣明祷告的时候 你在地上捆绑 天上就捆绑 什么意思呢 我捆绑这仇敌 我捆绑这一个匣子 这些孩子 使到这孩子害怕 以致他们 甚至要了结生命的这种邪恋 我捆绑他 这个孩子就平安了 就算你不认识这个孩子 我们有工作做的 各位 我们不是来这边 做礼拜而已 一个礼拜来这边 听了几长道 然后就屁股哨哨回家了 下来的六天跟我没关系 我照样过我的生活 你面对着耶稣的时候 你要怎么交代 我常常一个祷告 我只求什么 当我面对我的主 面对我的神的时候 如果神能够开口说 你是我忠心良善的 这一个仆人 我就够了 但是我能够每天做什么 我愿意花一点时间 亲近神 神我能够做什么 在教会当中 有祷告会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在里面 就算我不会祷告 我阿们总该会吧 会讲阿们吗 不会阿们来跟着我念 阿 阿 阿们 OK 我十九个月的女儿 都会讲阿们啊 阿们 阿们 是这样子啊 她也知道啊 吃饭的时候她手就放了 OK 她也会讲阿们啊 OK 但是你知道 这个阿们 板下去 它就好像什么 法官的那个锤子 板下去 生应运啦 因为这权柄就在你手上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 这一个圣灵 这一个不断的 这一个祷告 OK 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的祈求祷告 并在警醒 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OK 有一个 这个前撒旦教的 这一个 教徒 然后来变成基督徒了之后呢 于是在采访当中呢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 OK 撒旦教 就是他们装拜魔鬼的 魔鬼撒旦的 OK 实际上到处都有 OK 然后这一个弟兄 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呢 实际上他跑到这一个 就是幼稚园 又之前当老师 然后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去到那边 我们的训练 就是要一直咒诅这些小孩子 我们的训练 就是要咒诅这些孩子 来破坏他们的家庭 这是撒旦教他们所做的事情 而且他们很积极的 去当老师 当老师要上课的 对不对 要考专业文凭的 然后进去里面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破坏这些孩子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做了一个 一个见证什么事情呢 他是说很奇怪的 就是有一些孩子 他发现到他们这些孩子 这些特别就是 他们怎么咒诅 怎么spell都没有办法打进去 他说这个孩子 周围围了一道光 后来他才知道说 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这个孩子的父母 在围着他的孩子 祷告说鱼骨光 以至仇敌都不能够攻击进去 你要知道你的祷告 是多么有权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也常在围着我们的孩子祷告 不只是说围着我孩子的平安祷告 围着他学悦祷告 我的祷告是 当我的孩子走进课室的时候 他的亮光照亮整个课室 照亮整个学校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兴起的时候 整个国土 整个地区 以至整个世界 所有的这些基督徒 神的儿女 带着神的权柄在祷告的时候 这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忠心不恶的必得胜 什么叫忠心不恶呢 我们看一下经文 在列王纪上的时候 以利亚对着众民说什么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 或说有些解经说 你要三心两意要到什么时候 你不要三心两意 这世界怎么样怎么样 你跟着跑了 然后神今天没空 因为我今天要去多赚一些钱 我不是说赚钱不好 我也很爱钱 但是我知道我的钱财 我要用在能够祝福的 这个钱财才有价值 然后以利亚对着 那些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说什么 如果耶和华是神 就当他就顺从耶和华 如果把巴黎是当神话 那就顺服巴黎好了 结果怼到这些以色列百姓 话讲不出来 你到底被安爪了 你今天来到这边 我是基督徒 唱诗歌唱得很开心 出去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人 过回你自己的生活 跟这个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在浪费时间 今天可能会觉得说 我讲话会比较重一点 求生赦免我如果得罪大家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一个有耳的都应当听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 现在已经开始的日子当中 日子是会越来越艰难的 当你站在神那一边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这一个 未来的这一个日子当中 才能够得胜 要不然的话 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么讲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从 我巴不得什么呢 你冷或热 如果如同温水的话 也不冷也不热的话 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 好可怕啊 有没有人要被神从嘴巴 吐出去啊 不要啊 但是你到底是含在神的嘴巴里面 是不是热的 在当世上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失望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不法之事的时候 我们难免都会觉得说很困难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不冷不热 那时间关系呢 第三点 在主里面刚强壮胆 神不会让你去战争 去征战 而不给你任何的能力的 这一点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明白 神不会放在你 放你在一边 神明记里面什么呢 你不要怕他们 因为什么呢 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你只要站在神的那一边 在这个林肯总统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非常名言 不要问说 神有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 而问的是什么呢 你到底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只要你站在神的那一边的话 别怕 神在为你征战 因为什么呢 他们以高阳征战 高阳必胜过他们 因为高阳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这高阳的 就是被蒙召的 被选的 有忠心的 也怎么样 必得胜 如果你还没打仗之前 你知道我一定胜的话 那你不用担心 最后呢 我要提醒大家什么呢 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 在磨难的日子里面 才能够抵挡仇敌 成为什么呢 并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我们请敬拜团上来 在结束之前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有当过国民服役的 当过兵的弟兄姐妹 弟兄不是姐妹 弟兄请举手一下 所以我相信这边 所有的弟兄都有当过兵 你知道你们在很多时候 你在过着安逸的生活的时候 就是这些国民服役 在保家卫国 如果你当过兵的人 你就在 如果特别是你说战斗部队的话 你就知道 在战斗部队里面 你在这个exercise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在战场上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Stand 2 什么叫Stand 2呢 Stand 2就是意思说 所有的军队 在这一个战场上的时候 你要警戒 最高警戒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在天亮之前 六点到七点之间 因为太阳还没有升上来 然后月亮已经下山了 那时候整个大地是最黑暗的 这个是军队里面 在经历了第一战 第二战之后 越南战争之后 所留下的一些经验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那个时候最暗的时候 仇敌在最暗的时候 自黑自暗的时候 他来攻击你 所以所有的军队 都在那个豪沟里面 要戴起你的helmet 你的军帽 穿起你所有的军备 而且枪都要上胆 然后在你的位置上面 甚至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还放两只小小只的柱子 为什么呢 就是你所守的是这个方位 任何的风吹草动 在这个仇敌走过 哪怕一只猫 你就要开枪 我为什么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呢 站好你的岗位 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 拿起神所预备我们的所有的军装 因为仇敌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守住 守住你的家 守住你的教会 守住你这片土地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守住你的心 一生站在一起 因为什么呢 你要成为你岗位上的以利 我再次说 请大家跟着我说 我是我在岗位上的以利 我是在神所卷选的以利 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 我们站在岗位上 我们要成为神的精兵 今天神告诉我的 一个重要的信息是 祂在卷选祂的精兵 精兵 在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 神要借着你发光 好叫那些迷失的羔羊 能够归向祂 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大家站起来敬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